我们的男主是个标准的学渣 一天他在图书馆捡到一张女主的借书卡 于是他开始闻了起来 结果被女主当场撞见 这场面有点尴尬 之后他在地铁上再次遇见了女主 但是他却睡着了 还因差点坐过站把书落在车上 还好女主不计较帮他把书扔了出来 男主觉得自己的春天仿佛就要来了 第二个学期男主就幸运的和女主分到了一个班 男主心里十分激动 以为终于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了 可是女主却像是根本不认识他一样 不过男主虽然学习不好 但在追女友上却十分的坚定 每天不依不饶的跑到女主面前献殷勤 但是女主就跟见了温神似的看见他就跑 而且他发现女主也不理会班上的其他人 男主这就纳闷了 在班主任的告知下 男主才得知了真相 原来女主患有一种记忆障碍症 关于朋友的记忆只能够维持一周 每周一的时候就会忘记前一周发生的事 这也解释了女主为什么不愿意和人交往 得知真相的男主为了帮助女主 决定和对方交换日记 不仅让女主了解自己平时的趣事 还让女主写日记给他看 这样不仅俩人就可以频繁接触 还可以促进俩人对彼此的了解 不得不说男主这一招很高 女主看男主都这么有诚意了 也没好意思再拒绝 于是呢也开始写起了日记 拿到女主日记的男主兴奋的要飞起来 一段时间以后 两人通过日记更了解彼此了 女主还通过男主认识了他的两个好友 学霸男和妹妹头 而女主的记忆障碍症也渐渐的得到了缓解 一次他们去赏灯的时候 遇见了女主以前的同学 刘海妹和前任哥 虽然女主根本不记得他们了 但前任哥不知道啊 直接抓着他就说了一句 叛徒 女主一个激动就倒在了地上 男主趁此机会照顾女主 俩人的关系也突飞猛进 终于在校园记的时候 男主准备表白了 但他不小心弄倒了纸墙 在气氛正加只有俩人的图书馆时 男主再次准备表白 结果一个忘了东西的学生跑进来 打破了这个气氛 反正经历几次告白失败后 男主就被叫走了 而女主一转身又遇见了前任哥 原来这个学期前任哥转到了他们班上 前任哥一看女主和男主这么亲密 还总是无视自己 一个生气就质问他 为什么要背叛自己 女主一个激动再次倒了下去 第二天 女主的老同学刘海妹来学校 向女主道歉 还叫上了前任哥 一起上了天台 原来刘海妹和女主以前是好友 刘海妹喜欢前任哥 而前任哥却喜欢女主 总之呢 就是一段狗血的三角恋 刘海妹发现前任哥喜欢女主后 于是联合好友和同学冷落他 最后还害得他出了车祸 女主这才患上了记忆障碍症 不敢再和任何人交朋友 听完这些后 女主想起了前任哥 决定要和前任哥在一起 男主听了这话十分难过 没想到这么久 自己就当了个备胎 但他还是忍痛割爱 决定不再打扰女主 到了周一 女主就忘记了他 很快新学期就到了 男主和女主 没能分到一个班 这说明他们又少了一个 接触的机会 虽然女主总觉得 自己忘记了什么 但男主安安分分的 没再打扰过他们 时间飞逝 很快就到了毕业 男主鼓起勇气 去向女主交换毕业流言 但很遗憾 女主仍然没有想起他 就在他失忆的时候 女主却在图书馆的一本书上 看见了男主的话 上面全是关于俩人的记忆 女主看完果然想起了男主 最后他在天台 找到了男主 俩人之间的感情 也再次萌芽 这部影片呢 改自同名人际漫画 一周的朋友 由一公升的眼泪导演 村上正典长进 讲述了高中男女之间 青涩又娇心的青春物语 是一部浪漫的纯爱故事 同时这也不是主演 山崎闲人第一次出演漫改剧了 有他主演的漫改剧 还有四月是你的谎言 狼少女与黑王子 奇目男雄的灾难 冰果 女主角诗格等等 是当之无愧的漫改小王子啊 如果对漫改作品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搜来看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